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 前晚一对新人在台北市棚园会馆举办婚宴 却碰到一对母女白吃白喝 甚至还乱入上台玩游戏 跨桌打包菜肴 甚至呛同桌 宾客这道菜我们要包 你们不能吃 遭新人亲友拆穿后 汪女尽装可怜 我们是弱势团体 弄我们母女俩 美好下场 最后家属报案 请警方协助 才将这对母女请出场 该名大闹婚宴现场的 24岁王姓女子体格壮硕 日前才应去汤包店点餐不付钱 店家收不到400多元餐费 气氛提高诈妻 前天又现身婚宴 这次还带着妈妈去白吃白喝 还外带打包 离谱行径令人肥琐思 前往这对母女潜入 中校东路五段棚园会馆 参加王姓新郎的婚宴 谎称是南方亲友 被带往南方亲友桌 但每道菜油一上桌 母女俩就提着打包 甚至说这道菜我们要包 你们不能吃 引起新人亲友侧目 甚至融入情境 还上台玩游戏 欲亲人照相 最后南方家属怀疑问他是谁 他会说是小学同学 但却忘记读哪一所而被抓包 新郎受访表示 婚宴前就曾想过会不会遇到婚宴蟑螂 没想到这么好运 真的碰到了 新郎强调 虽然被白吃白喝 但幸好他们没像之前令名女子大闹婚宴 也幸好同事朋友们知道后都能谅解 朋友也在网路贴文 让该女更红 提醒大家小心 有网友在脸书爆料公社P.O.文 直指两人是婚礼蟑螂 没想到对方还理直气壮的说他们是弱势群体 由于母女俩行径太夸张引起公愤 网友纷纷留言不要脸天下无敌 真的弱势群都很有尊严 也不会把弱势挂嘴上 辨识度这么高还敢这样 台湾最有人情味同行星 不是这样无限上钢用的